- 股市夢想家帶你當贏家 大家好 我是孟辰 歡迎收看股市夢想家的節目 那今天加捐股價指數開高走低 最後收漲了8點 那還是維持在15400點之上 雖然是一個小漲的格局 可是各位投資朋友 你可以發現到說 其實指數的壓力 好像越來越重了對不對 那指數的方向會影響到什麼 待會我們再來慢慢說 那另外雖然說 行情看起來非常弱的情況下 那我們手上又有一檔股票 今天工上的亮燈漲停板 這檔標的就是4163的意態 當然我要提醒大家 我們今天這檔漲停板還是一樣 低買布局今天工上亮燈漲停 那你看從原本的低檔位置 到今天創下的一個波段的新高 已經漲了將近快兩成的幅度 漲了將近快兩成 那洪老師怎麼抓到這些股票的 那怎麼在低檔的時候 來去做切入來去做布局 這一切都有公式 它都有方法 我還記得在12月份的時候 我當時跟大家談過 台北股票市場 它的類股輪動非常的快 它會先漲升級之後呢 再漲電子 那類股輪動很快的情況下 當然你要掌握好那個節奏 那個tempo 我不是說今天看到什麼股票 大漲的時候 我就一定要去追它 因為當你在追股票的同時 你一樣喔 你會落入到別人的現金裡面 所以我在操作的時候 我都一直秉持了一件事情 先把自己放在一個有利的地方 當我站在一個不會輸的位置 我再來思考 我要贏多少的問題 這就是孫子兵法有言 他的勝負理論三原則裡面 有講到對不對 你要先有不敗給敵人的條件 你要有等待戰勝敵人的時機 你要預測敵人的戰績 你千萬不要蠻幹嘛 所以我當時在買液態的時候 我相信很多市場上的專家 甚至投資朋友 你都沒有發現到這檔標題 可是洪老師在第一檔的時候 我就已經預告過了 我說這支股票你愛買 不論從它的基本面 不論從它的技術面 不論從它的籌碼面來看 我都覺得 當時的價位太低估了 尤其是12月28號那一天有沒有 你看這檔股票 它出現了大量對不對 雖然它是一個大量長黑 可是我跟大家談說 這個黑棒沒有關係 最主要是量能的部分 它帶出來了 那量比價先行 你說價錢可以做 可是量它一定要用錢去買 那你居然有人砸了這麼多的錢 去買這檔標的 那你居然有人砸了這麼多的錢 去買這檔標的 預測敵人的戰績不要蠻幹嗎 我買的那一天有沒有 12月28號那一天指數跌了139點 我買在那裡 當時買在哪裡 買在107塊錢 抗訊為證 會員為證 走勢圖都可以拿來當做證明 我也不是等到大漲的時候才告訴你說 洪老師有時光機 所以我帶你時光機回到那個位置點上面 再買下去 哪有可能的事情對不對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所謂的分析師們 每一個都是等到漲停板有沒有 比如像今天漲停 再畫個圈圈告訴你 我買在那裡今天漲停 可是有可能嗎 你在買股票的時候 你根本看不見後面會怎麼走嘛 對不對 所以在當下你就要評估 這個位置點好不好 這個位置點能不能買 當你的買點是對的 後面呢 到1月13號的時候 我說創新高了 漲了7%創的新高 持股獲利我們破掉的 續爆嘛 到今天2月7號 再亮燈漲停又創新高 手中持股續爆啊 所以一檔股票 就從低檔的位階有沒有 向下空間有限 放上來 這樣去19%了嘛 又一檔接近兩成獲利的股票 它又出現了 所以你說在股票市場裡面賺錢 你有要用追股票的方式來去做嗎 如果你可以像我一樣 如果每一個老師都像洪老師一樣 你明明就知道我可以買到這種很便宜的 我明明就知道買在這種風險性最小的地方 它可以讓我賺錢的話 那你會想說 哇 我等到今天漲停板再來追嗎 不可能的事情嘛 對不對 你一定會希望說 我把自己放在一個有利的位置 當我買的這個點位 它的風險很小 而且主力沒辦法把我洗掉 那你覺得那個位置點上面 它價值多少錢 你每一檔股票都像這樣做啊 它不用漲停板 你就可以賺到很多的錢啊 當然我也不是第一次示範這種做法啦 但是我在做這些股票之前 我是不是有提醒過大家 我有方式在做的嗎 我有選股的技巧 而且這個選股技巧我用了十幾年的時間 終於研究出來一個叫做標股基因的東西 這個標股基因就是藏在哪裡 藏在周轉率 藏在政府 藏在卷資比 藏在族群性裡面啊 所以當我看到了 比如像說當我看到了液態 當我看到了銀邦 他們都是同樣的 這一根大量藏紅棒出來 帶動整個金流比開始大幅跳升有沒有 那你在搭配誰 搭配孫子兵法講的 把你放在一個有利的地方 後面呢自然有錢可以賺啊 這就是公式跟方法嘛 講起來很簡單 說實在的真的很簡單 可是呢你自己去做的話 我相信對你來講都是一個考驗啊 都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為什麼 因為等到這種低檔的位置 那種指數大跌100多點的地方 你告訴我 你買股票你買的下手嗎 指數今天跌了139點的時候 當時12月18號那天指數是不是重錯 跌了139點啊 你沒我的口訊你真的買得下手嗎 你真的沒有準備好 你真的買得下去嗎 門心自問一下嘛對不對 所以真正會賺錢的 他就是類似這樣啊 當時指數砰下來有沒有 大盤跌139點 貴買市場也是重錯的啊 那我為什麼有勇氣 因為我看到的資金的流向 他告訴我未來行情的方向 所以賺錢其來有志 所以賺錢其來有志 這都是公式方法告訴我的 這都是我們可以賺錢的理由 所以用最小的風險 去取得最大的利潤嘛 當然我也要提醒各位喔 我在做這些股票的時候 包括了藥聖 包括了滑井店 包括了液態 包括了銀棒 這些股票我在買的時候 都是行情大跌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我都是在年前下去做布局 年後來去做收割 所以液態可能在漲一些 我也會去做收割的動作 所以千萬不要看著這些股票漲 就想去追 我會希望說 你跟著我們的腳步 我們繼續怎樣 複製同樣的模式 找到低檔可以佈局的股票 否則如果你一天到晚 就像在追股票 一直追一直追的話 就像過去很強的 3105的穩帽有沒有 哇 股票沒去都沒人要買 起起來了 哇 漲到196塊錢 現在剩多少了 173了啊 對不對 這不是之前很強的標的嗎 這不是之前大家都在吹捧 每一個人都有的股票嗎 但是他反而怎樣 肩頭反轉下來了 反過來呢 這種大家默默無聞 根本就不會想碰的標的 他反而創下新高了 所以節奏跟tempo 真的是決定你勝負的關鍵 那你要學習怎麼在低檔的時候 找到股票來買 你要學習在低檔的時候 要勇敢的去做出手 那你等到漲上來了 你自然怎樣 坐在轎上你可以怎樣 享受賺錢的快樂 享受賺錢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研究了十幾年 為什麼要運用標股基因 為什麼要運用金流展法 因為他可以幫我怎樣 幫我把風險控制在最小 幫我把獲利放大到最大嘛 這也是我給會員們 最大的一個貢獻啊 對不對 所以包括我當時在買這個啊 我說這個滑井店在買的時候 有誰告訴你這幾個股票會去 就洪老師一個人苦口婆心跟你講嘛 那為什麼我要談這一檔股票 因為他是台積電 微無染防治設備的廠商 供應商獨家供應 那未來台積電 他要開始擴大 每一個廠都要用 這個所謂微無染防治設備的時候 他自然就怎樣 最大的受益者吧 那同樣的喔 這個你有發現到嗎 這一根大量出來 是不是跟誰很像 跟剛剛的液態一模一樣啊 對不對 金流比從450跳升到80 周轉率也拉升到4% 誰在頭位 一定有人偷買的啊 所以買點是對的 向下空間有限 後面往上創新高的時候 你自然有錢可以賺 那中間也經過震盪整理 你都有機會 你都可以下去做切入 但是你會怕 因為當時指數是跌的嘛 對不對 當時大家都在害怕什麼 害怕過年嘛 那你不敢買 後面創新高上來 哇 等到1月30號又創新高 等到怎樣 等到1月31號 再漲上去就兩成了 那液態也是將近快兩成 滑緊電也是兩成嘛 對不對 當然我認為這都還有空間啦 6788的滑緊電你看喔 他在創新高 他走量 他這邊回測的過程 整理過程走量縮嘛 所以原本這邊買的人 他並沒有離開 那沒有離開咧 他未來都有高點可見 可是你要嚴防他什麼 他來做一個震盪洗盤 要把你自己放在一個有力的位置點上面 像這種台積電的秘密武器啦 他不可能就只有這樣子而已啦 那你未來台積電要在擴廠的時候 他要再把他的秘密武器 再推出去的時候 我認為以他的價值來講 真的還非常的低股 但是你要買對地方 你要讓自己就像孫子兵法所講的一樣 你要把自己放在一個對的時間裡面 買股票一定要怎樣 要有對的條件 要有對的時機 而且你不要買肝 你知道我做到這一點 我相信就算是任何一檔標的 只要他具備標股基因 你都可以賺到大錢 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強調的 行情的漲跌都是一時的 可是你要掌握好那個tempo 那個節奏 當然還有一些個股 我認為他還有低買的一個機會 那這些個股有哪一些訊號 待會廣告回來 我們繼續分析 陳東東部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經一定貸出 金銜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貸經一定貸出 陳東同步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新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陳東同步 值得托付 0R 2752 5868 2752 5868 歡迎回到股市夢想家的節目現場 我是孟辰 那關於2023年 我在去年年底的時候就跟大家聊過對不對 今年會是一個先摔 但是後勝的一個格局 那你等他度過這個先摔後勝之後呢 他將會步步高升 而且我認為行情一旦上去 可能要漲個兩年三年 不會是太大的一個問題 那這都是景氣循環所再來的一個結果 但是呢 最難的一個地方 就是在第一季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最近有很多的公司 他們公佈這個營收數字 其實跟去年相比 真的是衰退的幅度 非常非常的劇烈 那當然這也都在我們的預測當中 這也都是我們所預測的一個狀況 它會發生嘛 所以在操作上來講 我覺得第一季會是比較難的 所以在第一季的行情裡面 我們是運用樂觀 而且謹慎的方式來去做操作 那你樂觀是因為下半年 會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行情 它會發生 那謹慎呢 就是因為第一季的行情 是比較難操作的 當你把這兩個結合在一起之後 你就可以得到什麼 得到穩中求勝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知道有很多的股票 它未來都有很大的空間 可是啊 如果你的買點是錯的 那可能在它震盪洗盤的過程當中 就被請出去了 我相信各位投資朋友 你們一定都遇到很多很多 同樣的狀況對不對 那因為我給大家看一張表 我相信 你看到這張表的時候 你可能會很有感覺 那這一張 最近的行情裡面啊 有一個很重要的大盤的趨勢面 我們可以看一下 在這裡 首先你可以看到 最近的融資 它一直在往上去做增加 對不對 不論是上市的融資 在往上做增加 或者是貴買的融資 在往上做增加 可是我發現到一個點位 一個位置點蠻怪的 就是在維持率的部分 它最近怎樣 反而開始在下滑了 那你融資增加 照理來講 有資金去推 你的維持率 應該要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才對啊 可是為什麼維持率 它會往下墜 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就是指數在跌 那你的融資 跟著大盤在走 那我指數跌下來 維持率自然就下來了 那還有第二種原因 就是那種 很多股票 它開始 建高之後 開始做回檔 開始做衰退 比如像說 剛剛講的3105的文貌 創高之後開始拉回 如果說你剛好是追在這個地方 那拍誰 向上的空間有限 迴轉的空間到蠻快的 甚至有些6488的環球晶有沒有 創高之後 你有發現嗎 最近也開始怎樣 高檔震盪整理 甚至2455的全芯也是一樣 甚至1605的滑芯有沒有 創高之後 開始慢慢做拉回 那如果你都是用追高的方式 你會覺得明明就很多的股票在漲 但是我的追的股票反而它會跌 這就是節奏上面沒有掌握好的問題 那如果你要用融資去買它 那問題就更大了 維持率就會開始往下掉 股價往下摔了 所以你要克服這樣的問題點 你就要有一個操作的模式 叫做低買的模式 你才能夠賺得到錢 那你要得到那種低買模式 你要有違背人性的一個做法 這當然非常的困難 那我們就是在幫你做這件事情 包括我當時跟大家談 1月6號 你說支援這種股票 你會不會買 股票就沒去我買它創 看起來就浪浪啊 這種股票爛死了 對不對 對啊 當時是真的很爛 那個股價的表現亂七八糟 但我也講 我說這不是一家壞公司 甚至它在高檔 181塊錢的地方 這叫做什麼 量大的高點 那我這個地方 居然有大量的資金在買 量比價先行 未來它會怎樣 它會越過去啊 對不對 那你居然都已經修正了 這麼大段的幅度了 那你來到這個位置 底部形態完成 是不是向下空間有限 反轉的空間很大 那你買這個位置會不會賺錢 會啊 你看到後面 老師所講的高點是不是越過去了 對不對 這樣一來一回 價差就32塊囉 32塊了喔 但是真的會賺錢的地方 就是在這種位置點上面有沒有 大家最討厭它 每一個人都把它放棄掉的時候 這才是會賺錢的地方 那才會賺錢啊 那反過來呢 你等到3035的資源 哇都已經漲這麼多了 乖離這麼大的情況下 它難不保給你來一個修正就好了 它不要走空光修正就很痛了呢 對不對 那如果我今天再給你一次選擇 你會希望說我是要買在家有嗎 還是要買在家 我相信你那麼聰明喔 大家一定都希望買在低檔嘛 對不對 那你居然都知道說 買在低檔才會賺錢 那你又何必去追股票呢 那會追股票最主要原因 是因為沒有在低檔發現到會漲的標的嘛 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我克服你的問題 就是用這個方式啊有沒有 用標股基因 當我在底部有發現到 這一些標的的時候 我就等待時機下去做切入 其實我找到蠻多的 我找到蠻多的 只是我不希望在這邊公佈 是因為這些個股 它還沒有到一個買點出現 那我先把它放到口袋名單 我等它 等它的機會再來 所以包括了台新科 當時大家都在罵半導體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談罵 我說你以這個位階來講 真的風險很小啊 對不對 你往下跌能夠跌多少 可是我往上漲呢 空間就很大了 那你這種底部的標的 我相信啦 沒有人想要去參與 因為覺得這種股票不會漲啊 那你要等到說真的創新高的 才去追嗎 那這個也還沒有結束 因為它最近走量縮 可是它創新高做了拉回之後 它在震盪整理之後 後面還有創新高的空間 但是你的買點要對啊 雖然現在默默無穩 可是未來呢 你就可能等到跟疫態一樣 哇一根漲停的時候 大家都衝進來買了啦 那你要買在哪裡 低檔的位置 你要先行去做卡位佈局嘛 所以有些個股我也覺得 我在買的時候或許會讓人家覺得 這個股票怎麼跟一般市場上的專家 講的都不同 每一個人都希望他的股票創新高才買啊 但是洪老師呢 都是在他底部的時候 我就先卡位啊 但是你要卡位又能夠賺到錢 這需要功夫對不對 所以我在買耀勝的時候 你說1月11號這個位階點上面 你看這個股票會有興趣嗎 沒有興趣嘛 因為他看起來就在跌啊 他看起來就很爛啊 而且他月線怎樣 還是下彎的 就老師的均線理論來說 月線下彎他是走空投 對啊沒錯 可是重點是月線他也會反轉啊 如果說我買的位置點上面是對的 那不就月線反轉上來我賺的更多嗎 但是你要知道為什麼我要買他嗎 其實理由很簡單 金流比250跳升到前30 周轉率也拉升到上來 這裡就是有人偷買 那你量縮回檔原本的人沒有離開 那不就是向下空間有限 未來反轉的力道很強嗎 所以買在哪裡 買在當時51.5元啊對不對 買點是對的後面怎樣 來到58.4元就賺錢了有沒有 這樣就賺錢了嘛 後面再來到61.7元 又創新高又賺錢啊 可是重點是 你要低買的位置點上面 整理一下棒棒棒棒棒 這樣子你才賺的最多嘛 而且你不用承擔很大的風險啊 你說底部的位階在這個地方 你是能夠跌多少啦 對不對 如果假設我今天真的破線了 我今天真的跌破支撐我賣掉嘛 對不對 那我如果說他不破支撐 未來就是帶我飛啊 主力的成本區間在哪裡 我們看得很清楚 當你的買點跟主力成本差不多 你的風險最小 你的獲利自然就會最大 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強調的 我現在要做的事情叫做樂觀 但是我們很謹慎 這個謹慎就是在低檔找到會漲的股票 你的風險控制得很好 你的獲利自然就會出現 那你一旦買對了 你就抱他一個大波段上來 你真的有些個股 你也不曉得他什麼時候開始漲 可是你沒有辦法控制漲跌 但是你可以控制你自己的成本區間 那我就是運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度過第一季 最艱困的一個時間點 當你的方式是對的 你自然怎樣 可以取得一個長期 而且穩健的報酬率 那我當然過去做過很多的案例 包括了銀邦 包括你現在看到的所謂的這個液態 那有一些個股 我們已經做獲利了結的動作 當我獲利了結 我留下了一些資金 那這些資金 我還要再找新的標的來去做佈局 那所以呢 現在你是一個最好參與的一個時刻 那有一些個股回測回來 我準備好了 我希望說我們運用標股基因的原則 樂觀當中謹慎的來去做操作 那我們在穩中 來群修最大的一個勝利 那你認同我們操作的 歡迎廣告時間播通電話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